小孩子不吃饭怎么办 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伟华 先是第一医院儿科副主人医师 小孩子不吃饭呢 这个原因比较多 现在的孩子呢 一个有的是厌食食物滞留造成的 或者有的家长觉得孩子的脾胃功能不合适造成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小孩过度挑食 这个原因造成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最多见的呢 就是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 孩子呢 想吃什么 家长就给什么 对孩子来讲 他自己不节制 随便吃 口感不好的不吃 颜色不好的甚至不吃 这样子呢 久而久之呢 孩子就形成一个严重的挑食习惯 导致这个生长发育也出现一个吃换现象 所以这个不吃饭呢 这是一个最简单 另外后边呢 就是咱们的疾病原因造成的这个 就是孩子脾胃功能真的有问题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需要找一些中医啊 这种吃些健脾的药 有时候孩子家长不停的给孩子吃健胃的药 这个是不管用的 咱们孩子吃饭真的食欲挺差 排除其他一些原因的时候 可能还是脾脏的功能比较差 脾除纳膜 这个功能有问题 所以还是建议尽量用一些健脾的药 这样子可能能好一些 甚至能改善一些孩子的食欲 还有一个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咱们在看护孩子的时候 要对孩子养成一个固定的进餐习惯 另外一个家长要配合就是 不要给孩子吃零食 因为零食呢 热量都比较高 它饱腹感比较明显 所以把零食给它一定要管控 然后呢 定期养成这个三餐吃饭的时间 固定的位置 固定的时间 一般经过一个周的训练 很多孩子这个习惯都能转过来 吃饭这个习惯 挑食现象 也能很好地得到一个改善